文笑 这是这一季的设计稿 这次 我融入了当下所有的流行元素 今年 我们的产品一定会成为夏季的爆款 我定制的衣服做好了没啊 是按照你给我的设计图完成的 不过我做了一些修改 我就喜欢你的这种随性 这不叫随性 这叫精益求精 不好意思啊 这儿美女 帅哥 这样搭设是不对的 你是我粉丝是吧 我想你可能是误会了 我看的是 衣服 这衣服啊 我朋友设计的 山寨是投机取巧 钻法律空当的行为 在法律层面上 已经侵犯了著作权 商标权 一系列权益问题 现在网络上销售的山寨货 大部分都有侵权的问题 而且我们公司所有的设计 都已经申请了专利 所以我必须要对这种错误的行为 进行严厉的遏制 小心 对不起啊 不赶时间 鲁莽 谁人真是 小偷 站住 收到 小偷 不好意思啊 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 我 不要装傻充了 把钱包还给我 喂 听总 衣服的来源找到了 是个网红 网红 他大部分的衣服都是在一个叫 消逝光年的织衣铺里定制的 店主叫什么 他叫严夏 你应该认识聂斯奇吧 严夏小姐 你跟踪我 真不好意思 他穿着我们公司设计的新款出现在了酒吧里 正好被我撞见了 啊 站住 我跟你说话呢 我叫你呢 不理我啊 偷我东西还非理我啊 现在恶人先告状 有钱请律师了不起是不是 你要告我是吧 好 告我我也告你 告你偷东西 告你非理 我是 给我站住 别跑 是男人就把车锋停下 气死我了 气死我了 这么大一家公司跟我这个小店铺计调什么 算什么英雄好汉 卑鄙 无耻 夏柳 还不是伴你所赐 你说也就奇怪了 他们一个说要雇我 一个要告我 这算什么呀 你问我 我也不知道啊 你不是认识那个名模许莫辰吗 他在公司应该微信很高 要不您打电话问他一下 不就什么误会都清楚了吗 那三件衣服是你拿到我店里让我修改的 怎么可能涉及到剽窃啊 是不是又是那个心里变态的小偷想报复我 笑起来可真帅啊 你呢 先不要着急 这件事我来帮你解决 不过 我希望你能答应我一件事情 等律师韩风波结束以后 我希望你能来我们公司上班 我没听错吧 没听错 现在就去找那个心里变态 温孝 答应爸爸 无论如何 都要让敌爱上身 来 温孝 你的决定还正让人出乎意料 你居然起诉消失光年 如果不起诉的话 就会让剽窃者更加猖獗 你身为DI的总裁 就应该站在公司的权益去考虑 我起诉剽窃者 难道不是在考虑公司的权益吗 DI这一集的设计在市场上有渠道吗 如果有些尽责 如果没有的话干嘛要浪费精力 我不是否认灵珊的能力 但是人总是会遇到自己的平静 这两年公司的运营状况 我想你比谁都清楚 就不用我都说了吧 你也不要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到灵珊身上 我也有责任 护短眼要有个限度吗 丁总 现在眼下最重要的 是迪埃上市的问题 灵珊也需要新的刺激来激励自己 说不定 你山寨祸根的情况 是上市的气季也不一定 你自己考虑吧 我觉得那些点缀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 麻烦你尊重一下原创行不行 今晚的发布会最受瞩目的 可就是被修改过的吉他衣服 半年内完成目标 光靠灵珊一个人是根本不可能的 如果能把你所说的山寨祸根 变成涉及过的生理军 我想迪埃上市还是有希望的 喂 麻烦你帮我撤回一下对消失光灵的起诉 还有 再帮我你一份合同 你们线啦 就是 Dancing F gland replacing 该不会真的被搞上法庭了吧 别说爸留下的店铺不保 我都可能要坐牢 许墨尘啊许墨尘 大模特 我的全部希望 都寄图在你身上了 许墨尘怎么会来 这种地方改衣服 他到底怎么想的 这个混蛋 最好别让我见到他 否则 我接一次打一次 出现怎么样 怎么是你啊 沐总监 丁总怎么没来上班 丁总他尚未有一些紧急的事情需要处理 会晚点过来 您找丁总是有急事吗 没什么急事 等他来了 麻烦你通知我一声 好的 很惊讶吧 我也很惊讶我怎么会来这里 我这里不欢迎你 麻烦你又顺移离开 顺移 你是在开玩笑吧 咱们是两个世界的人 你听不懂我说话是吗 好 那我给你解释一下 顺移的意思就是 你现在立刻 马上从我这里消失 我不跟不讲道理的人打交道 那我要是不走呢 那就别怪我用武力解决了 看来你是不想和解了 和解啊 你说不告我了 现在有共同语言了 要想车速可以 我有个条件 什么条件啊 把这份合约签了 文霄向来不会迟到矿工 他到底有什么急事 想什么呢 设计师 我问你 文霄最近是不是有事瞒着我 灵珊 别担心那个职场经营 他做任何事情的 一定有他的理由 任何事情 丁文霄 霸王条款这么多 咱们先不说 你是用期三个月 只发基本工资 就这合约 只有傻子才会签吧 你放心 我不签 你打死我我都不签 那你就是决定让我起诉你剽窃迪爱的设计了 如果案件成立 你将赔偿迪爱一整季度的损失 你觉得这是三个月的工资能解决的吗 我说你这人 你经营这家消逝光年制衣铺应该很费劲吧 不然你也不会给爹头简历 再者 以你的资历 你到哪家正式公司上班都会被刷下来 我现在是在给你机会 不是吗 这个家伙说的没错 但我也不能这么轻易就答应吧 否则一定会被他看不起的 好了不要再签太辞了 你在我面前就是个透明 好 让我签这个不平等的合约也可以 但是 我也有我的要求 只要合理我都可以接受 不可能 迪爱不可能再去招聘新的设计师 文秀要作为总裁 上社的责任全能压在他的肩上 但是迪爱的销售业绩 始终达不到上市的标准 你知道原因是什么 什么业绩不达标 看来文秀还是没有跟你说实话 你自认为自己的设计 完美地无可挑剔 但市场上的接受度 并没有你想象的那么高 文秀用尽了所有的办法 才勉强支撑住迪爱 如果你想帮助文秀还有迪爱 就应该接受新的设计师 帮助迪爱完成上市的计划 新的设计师是谁 萧氏光年制衣铺 言下 把我钱包还给我 我没偷你的钱包 你说没偷就没偷啊 你当我傻啊 好 既然你说我偷你的钱包 你说吧 里面有多少钱我还你 你看 承认了吧 我没时间跟你废话 有多少钱 我不要你钱 我只要我的钱包 我说你这人怎么这么死心眼 我没偷你的钱包 拿什么还你 我不管 只要我的钱包 出现在我的眼前 这合同我立马就签了 我 喂 灵珊 文秀 你现在在哪里 你有什么事吗 你是不是在萧氏光年制衣铺 不管你现在在哪里 立刻给我回来 好 我半个小时到公司 是不是只要找到钱包 就立马签合约 对 好 我会待会儿来找你 姐 刚刚外面那人谁啊 神经病 神经病 不是吧 我看不像啊 那长挺帅 还开名车呢 小小年纪 谁教你这么庸俗的 开名车就是帅哥了 我告诉你 就刚刚那个人 他脑子有问题 不要被他的外表所蒙骗 姐 你是不是让人给废礼了 我说那人怎么走这么痛吗 你姐我是那样的人吗 想什么那一天天的 你是不是这样的人我不知道 但就你这股胸蛮自信 八条计外的人都知道 姐 再动粗 不然九条街外的人都知道了 我 姐 说吧 这么抓地找我干嘛 当然是来拿 卧底费啦 对了 姐 我听妈抱怨说 你被告剽窃 怎么回事啊 刚刚那个人 是DI集团的丁总 不小心剽窃着DI的设计 他一定要我签什么合约 如果不签就告我 合约上什么 试用三个月 等等等 DI集团 合约 不是姐 DI集团不是你一直 想进的公司吗 这么好的机会你就 行了行了行了 你这小孩不要管这种事情 姐 好好当你的卧底 不该管的别管 赶紧走 我还有事呢 喂 颖总 这次新门发布会 除了许先生超过的主打款 顶能达标 厂商对其他款式 并不是很满意 但之前 沐总监已经联系工厂 预定了部分款式 如果这样的话 就造成了库存基压 行 我知道了 我来处理 文向 你为什么要瞒着我 我瞒着你什么 公司的业绩不达标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如果是我设计方面 出了问题的话 我可以改 改到商家满意为止 根本没必要请新的设计师 我知道 许摩尘是你的好兄弟 你别觉得愧对他 就由着他的性子来 一个专门以剽窃他人 设计为生的人 根本没有资格成为设计师 我不想整个迪哀 毁在一颗老鼠屎上 灵珊 我不否认你的设计 很时尚也很前卫 可是近两年来 随着市场消费观念的改变 迫使我不得不做出改变 现在离迪哀上市 还有两个季度 如果完成不了业绩 就辜负了我爸的嘱托 你别拿你爸来压我 要不是他肯求我 我根本不会选择迪哀 灵珊 我知道你为了帮我 受了很多委屈 但是我现在 眼前只能先解决 迪哀的问题 而且使用消失光灵的炎夏 也是试用期三个月而已 它归属在你的部门 如果试用期结束后 你觉得不合适 任由你处置 但是在这个期限内 我希望你能够试着 接受炎夏的设计 加以改良 一起完成迪哀的上市目标 闻笑 可是 丁总 牧总监你也在啊 正经理什么事 古东临时找开会议 请你过去一下 灵珊 我们过后再讨论 消失光明 眼下 站在门口干嘛呢不进来 这不是怕你生气吗 你知道我会生气啊 你最爱的甜食 就当道歉了 毁了我 没用 别再装了 你就不是演戏的料 我真的知道错了 以后绝不再犯 看在你知错就改的份上 我勉强原谅你 这官司真要打起来的话 眼下肯定百宿 就算转容铺子也不够啊 我可不想咽下去坐牢 妈 这什么急事啊 忙忙躁躁的 不用担心 没头没脑的说什么呢 DI集团不是要告解剽窃吗 结果今天 DI的人来找解签合同 解要是签了合同 不就是DI集团的设计师了吗 不就等于自动车速了吗 你说的是真的 那他签了没有啊 好像还没有 我也不知道解析你怎么想的 他不想想看 只要能进了DI集团 我们家的手艺 不就能广位流传了吗 妈 你去哪儿啊 找你解决 难怪人家说 吃甜食会有幸福的感觉 但是悲观 才是真正的人生 悲观主义者 能不悲观吗 剽窃罪 咱们姐妹俩 就算还三生三世都赔不上 这个呢你就不用担心了 今天那个人来找过我了 他说 只要我跟DI签署合约 他就不再追求了 真的吗 那你欠了没 没有 为什么呀 DI不是你一直向往的公司吗 还是说 你想放弃孝时光年 所以 叶子琪 想猜什么呢 就算是我要签 也不能随便签吧 至少他要满足我的要求 对不对 厉害了言下 懂得反客为主了 那你的要求是 成为首席设计师 上班时间要自有 年薪百万 出入有专车 然后有豪宅居住 还要给你配个 是 市块 庸俗 什么市块 这不是合理要求吗 不然 你的要求是什么 把我的钱包还给我 钱包 对 把我钱包还给我 就这么简单 言下 言下 我说你脑子是不是坏了 那个钱包 是相钻的吗 没有啊 就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钱包 那这样 我和你商量个事 我给你买十个那样的钱包 你按照我说的样子 你去开条件 然后那个豪宅 专车 全归我 想什么呢你 只要他不把钱包还给我 这有合约 我是不会签的 那万一 我是说 万一 人家真的还不了 你呢 继续打官司吗 言下 闺蜜我 还是暂时先离开 比较安全 万一 真被自己说中了 不就又 哎呀 我怎么没想到呢 完了完了完了 哎呀 你又吓死人呢 怎么了 当上DI集团的设计师吓啥了 还没签呢 条件不满意没关系 我去帮你说 不是 我是因为 是因为 因为什么 你说 只要我能做得到 我一定会帮你 谢谢啊 我不想麻烦你了 我已经够麻烦你的了 你和我客气什么 等以后进到公司 我才要麻烦你呢 你就不要顾虑了 把合同签了吧 DI集团设计师呢 待遇非常优厚 而且公司跟商家 非常看好你的手工技艺 你一定会成为 一线品牌的设计师 可是我 你是担心这家制衣铺吗 没关系啊 我让你当设计师 没有要求你把它关闭 如果你身体撑得住的话 我不会勉强你的 如果 这真的是 眼下的真命天子 那我就放心了 那我有事要先去忙 不打扰了 妈 你怎么来了 我关系我闺女 我还不能来看看呀 行 只要不把我这铺子卖掉 怎么样都行 这铺子 比你的命还重要啊 刚才那个男的是 妈 闭下猜 那就许你胡说 不许你妈瞎猜猜啊 好 你随便 眼下 你年纪也不小了 该谈恋爱了 你不能光为了 这间铺子是吧 自己的终身大事 也该考虑考虑了 妈 我还有事情要忙 就不陪你聊了啊 还直到不好意思了 我觉得这男的有心 莫辰 您的计划行得通吗 灵山是一个对感情失财自傲的人 且战友欲很强 闻笑是一心只为迪哀 对感情并不开窍 只有言下的加入 才可以创造他们俩的矛盾 我才有饥可乘 莫辰 您会这么做 该不是为了对 慕临山小姐的爱慕之心吧 别忘了 你父亲才是迪哀的创始者 迪哀应该属于您 而不是丁文孝 别再耍什么把戏了 你父亲 用漂亮的计划书 跟完美的说辞 把我们这些股东 都忽悠见了迪哀 说什么十年大忌 迪哀一定可以上市 结果呢 眼看着十年时间 就要进入倒计时了 现在公司的运营 根本达不到上市的标准 这一季的时装秀 又花了大笔的资金 商家还不买单 丁总啊 你说该怎么处理啊 要我说 不是换掉设计师 就是换掉你 我知道各位股东 是卖我父亲的面子 虽然我父亲走了 但他对各位股东的承诺 我也一定会做到 如果十年期限一到 公司上不了市 我丁文啸一定辞去 总裁这个职务 而各位股东的损失 也由我丁文啸一人承担 至于这一季的销量和业绩 我也在此承诺各位股东 一定会打标 酒呢 适当喝是好东西 过量可杀身呢 少要新兴作态 我不需要你的关心 我是关心迪安的未来 如果迪安少了你 这个首席设计师 就算有言下 迪安面临的危机 一样得不到解决 徐墨尘 我真的不知道 你到底想干什么 如果你对我有什么不满 你就直接说 不要在私底下 搞那些小动作 现在呢 又跑过来找我 安慰我说D.I.没我不行 男人 男人 不就是因为神秘 才有魅力吗 那是那些没文化的女人 才会被你的外表所欺骗 我可不会上你的道 痛 我这里好痛 你刚才那句话 就像万箭穿心 让我萌生已久的爱意 淹没在这血泊之中 别耍无聊的浪漫 说 找我什么事 我就喜欢你这种 直截了当 我呢 今天来是为了我哥们 你也了解 文孝是什么样的人 表面看起来 冷酷无情 但内心也是文润如意的 在你面前毫无保留 也许只有当局者迷 旁观者清 我怕再过几年 我想帮文孝都帮不了了 但是你不一样 越力越广 资历越深 也就越有价值 我知道 你的心里都是他 那为什么还要给自己爱的人 制造麻烦 言下啊 言下 你就不能改改你那冲动的脾气吗 要说什么话之前 先动脑子跑一遍再说呀 爸 你说我做的有错吗 钱包里的东西是我的精神支柱 如果钱包不见了 那我的主心骨也丢了 可是我又不想失去这个机会 你说人怎么那么矛盾呢 总是在面对选择的时候不知所措 什么 你说言下为了一个破钱包 她肯定有病 你别诅咒我闺蜜 你说那钱包里面到底有什么 比钱和地位都重要 我猜呀 里边肯定有一张上亿存款 又没密码的银行卡 去去去 如果有上亿 她不可能没有密码 再说如果言下她有上亿资产的话 干嘛还守着那个破之一破 这你就不懂了吧 越有钱越要装穷 才不会招来祸害 就像高手永远会隐居森林 绝不会在路边摆摊卖糕药 这什么理论 那言下她现在 跟卖糕药的有什么分别吗 我问你件事啊 你说 这言下那个破钱包里 到底什么秘密 大哥 现在是我在问你 不是你在问我 经过我如此据悉无疑的分析下来 答案只有你一个 什么 说来听听 听好了 是什么呀 你大点声啊 无解 无解 我哪知道她那个破钱包里 有什么东西啊 真是的 你给我跟我吃一块 嗯 马上召集销售部门和市场部门 有关主管开会 希望这个方法 能解决销量问题带来的危机 你好 你所预定的DIJ一季验制系列 因工厂原因 无法按时交付 实在抱歉 我们也是很无奈 请您谅解 您是老客户了 对我知道 我相信您能提点我了 但许墨尘的三款主打 我们一定会按时出货 好好 非常感谢 非常感谢 我知道您并不满意那几款 是为了照顾我们公司才预定的 公司将会赔偿您所有损失 也解决了你的烦恼 非常谢谢你的配合 没问题 没问题 这几款 只保留一百套 其余的生产出来全部销毁 如果股东问起来的话 就说所有的损失 由我丁文孝一人承担 只保留许墨尘的三套批量生产 其余的如有商家预定 全部退停 如果商家要求赔偿 按照规定 责任我来承担 墨尘说得没错 现在公司必须要注入新的血液 听说丁总昨晚发火 只保留了许先生那三套 被修改过的样衣量产 其余的款式都被一把火烧毁 看来 DI首席设计师的地位不保喽 文孝 你到底什么意思 为什么除了墨尘修改过的 三奸样衣量产 其余的全一把火烧毁了 凌珊你先别生气 你听我解释 做都做了 还有什么好解释的 如果你真的觉得 萧氏光年的言下那么好的话 你可以直接告诉我 我可以把我这个位置让给他 没必要做得这么绝 凌珊 我会这么做 完全是为了挽救 这一季的业务指标 衣服都烧了 怎么完成 你仔细听好 产品生产过量 消费者不买单 所有货品需要清仓 你会怎么做 打折 打折之后 如果消费者还是不认同 那要怎么办 以成本价出售 或者低于成本价 现在解决清仓的问题了 那我问你 公司的利润在哪 我再问你 全世界消费者的心理是什么 当然是物以稀为贵 好了 这就是我的答案 丁总 没事你说 您所保留的几款 不被厂商看好的成衣 全部以销售格 以高于市场十倍的价格购买 不仅如此 成衣价格被消费者一路炒高 你说我们要不要乘乘追击 先不着急 灵珊 我希望你能够尽快修改 那几套设计 三天之后 我们出第二步限量 没问题 我还有事先走了 晚看见 这个人怎么还不来 只要他一来 我就立刻签约 没有任何条件 不好意思 我帮你 对不起 收到 小偷 你以为你穿的人模狗样 我就不认识你了 不好意思 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 不要装傻冲冷 把钱包还给我 我绝对不能让他看见我妥协的样子 不是 有一条件 necessary 我要 你比如说什么 我 你给你别遢了 我 我 我 你不认识你了 我 你不认识你了 我 你不认识你了 怎么了 是考虑把钱包还给我了吗 我今天来就是想证明 钱包不是我偷的 口说无凭 那也是你的问题 你不撞我 我钱包怎么会丢呢 行 不过我就是很好奇 你钱包里到底放了什么 这么较劲 钱 多少钱 两万 不可能 那里面放不下 一万 也不可能 那么就是五千 这个你不用管 签约可以 等我找到钱包为止 不用找了 是这个吧 不用打开看 里面没钱 是允许你看我钱包的 我可没那么好奇 钱包丢了几天 在路上难免被人打开看看 把值钱的拿走 不值钱的留下 不是吗 我不信 不管你信不信 现在钱包已经回到你的手上 可以签约了吧 签就签 谁怕谁啊 等一等 签约之前 我有一个条件 说 我呢 每天只工作五个小时 只要你任务能完成 没问题 上班时间不定 可以 你说的不许反悔啊 不反悔 现在可以签了吧 签就签 否许反悔 你 这不许反悔 但是 你这儿 前途 你好 怎么 凡 我 对不起啊 为什么要跟我说对不起 都怪我 只从自己的立场出发 从未从你的角度出发过 给你添了很多麻烦 别这么说 在我刚接受低爱的时候 你义无反顾地进公司帮我 应该是我谢谢你才对 对了 你修改的设计怎么样了 已经修改好了 明天就可以通知厂商生产了 温笑 今天你那么着急地离开公司 是公司出什么问题了吗 我就签合约 是我的设计得到商家认可 可以批量生产了吗 不是 我跟严夏签署了设计师合约 是我的设计 是我的设计 一定是我的设计 是我的设计